那你 现在是不是不会和家庭条件好的人 再交朋友了 没碰到我 应该不是一路人吧 挺了我的零花钱 那我不就穷了吗 喂 房产中店吗 我上班了 我上次找你租了一套房 我想转租 我上班了 我上班了 可以把我做到一期四个儿子 就妳在几个这一个小后 所以我现在来来 Archiv 谁都交给姓 他现在不用英诡 我上班了 她们来看 我的天啊 你怎么没看 我的天啊 我上班了 你怎么可能 我上班了 reas 伸着 哥送你去学校 我说你有车不做干吗走着呀 学校又不远 干吗骑车 这不是怕那群流氓追过来 你跑不过他们吗 你跑不过他们吗 那群小流氓上次被你摆平之后 一直没再出来 那可不一定 你上不上车 不上车我撞你了 有病 变成已经出质了 灵伤 今儿老师找你什么事啊 我妈的事 这事 边编水 你妈 你妈来找你了 不是她 是她先生丈夫 她来找你干什么呀 她来当我妈的说课 让我转学 去更好的学校 你答应了 废话 我能答应吗 本来就看得不爽 尤其她那个 多多逼人的架势 好像所有人 都是她的下属 都得听她的 跟我爸一个德行 她拿我跟她儿子 做对比 显得我特没见识 她儿子那么优秀 你让她好好培养 自己儿子呗 老惦记你干什么呀 要我说 她儿子 肯定废物一个 不然啊 不可能老想着你 我心里不舒服 我跟你说 你心里不痛快 就咒她儿子 咒她儿子 出门就被砸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这是 可能太旧了吧 好的 老师 家长会我一定到 儿子 明天家长会 怎么了这事啊 被风扇砸着了 我就说前两天 听这风扇嘎吱嘎吱响 我还想换个新的呢 赶紧活动活动 看看骨折没有 没事叔 腿腿弄 就是 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 那没事 我去给你找点药啊 干嘛